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为何晚上睡觉嘴巴总是发干呢? 别以为是缺水,或是这五种疾病的警报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嘴巴干而不得不大量的喝水 不喝水嘴巴就干得睡不着觉 或者有时候晚上睡着了也会被咳醒了 异常的难受 而大多数人都会以为是喝水过少 多喝水就行了 其实,如果上面这种情况经常的出现就要当心了 可能是身体有急的前兆 老刘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最近晚上睡觉一直感觉到嘴巴发干 睡前就会喝不少的水 结果就是晚上经常的起夜 导致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儿子发现后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结果经医生诊断发现 老刘氏患上了糖尿病 血糖升高后引发的口干症 1.什么是口干症?是怎么来的? 口干症传称为口腔干燥症 只因为唾液分泌减少而引起的口腔干燥状态 或者是感觉的一种疾病 是一种多因素的口腔症状 不是独立性疾病 通常,当口腔内的唾液的粘膜吸收速率和增发速率之和大于分泌速率时 患者就会感觉到口干 从而会使人感觉到不适 口干症作为口腔科的常见临床的症状 患病的频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增高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口干症日日的引起了口腔医生和患者的关注 那导致口干症的原因有哪些呢? 1.生理性口干 医学上将健康的中老年人年龄增长 器官机理退化造成的口干 称之为生理性口干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原线结构发生变化 防组织和结地组织将代替咸线组织 唾液线功能衰退 唾液分泌量减少的同时 唾液的成分也会发生了变化 从而导致口干 研究报道老年人核萨线约有十分之一的限时质细胞上市 脂肪组织和纤维组织的体积比例增加 饮水过少 食用过稠的食物以及大量的干性食物 可加重老年人口干的症状 二 病理性口干 这类口干是由某些的疾病所致 称之为病理性的口干 由腺体本身发生了损害 口腺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常见的导致病理性口干症的疾病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就是干燥综合症 干燥综合症主要有眼干和口干两大症状 确确的病因不明 大量的免疫学研究提示 与多克隆B细胞过度激活 以及T细胞亚群的调节缺陷有关 这种咸线和内线的淋巴细胞 浸润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口干为其主要的临床表现 症状轻者 唾液分泌减少 重者几乎见不到唾液 口腔粘腹随着睡叶减少程度而加重 硬乎红色 不羊皮脂状的干涉 中滑 和有勾裂 口唇干燥 脱血 患者常常是大小咸线均受损 使唇口腔和胃部干燥 致使患者不能拒绝一般食物 以及吞咽有障碍 进食时需要同时的饮水 不能多讲话 且容易使咽喉肝痛以及舌运动受阻 从口径拔动口腔任何部位粘膜时 被粘着不能移动 两侧腮线导管口 未见或者是很少有唾液分泌 有研究者对一百例的原发性色格纹综合征进行了调查 发现以口干为首发病症者占58% 唾液流量减少者占75% 老年人体中干燥综合征的患者率为3%到4% 多建议中老年妇女 第二种糖尿病 糖尿病也能引发口干症 口干症在一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生率 约为38.5%到53% 二型糖尿病中约为14%到62% 一肌制为血糖升高导致血浆渗透压增高 使得体液和电解质平衡改变 出现脱水 病因多尿导致人体失去大量的水分 导致脱液分泌减少 引起口干 若高血糖经治疗得以控制 口干症状也将水质减轻或者是消失 第三种常见的口腔疾病 缘牙、曲牙、牙周病和一齿修复不到位等 都是老年人意见的口腔疾病 这些不利的因素也可以造成 咀嚼功能下降 对睡觉腺以及阻截肌的刺激减少 从而引起了唾液的分泌减少 导致老年人的口干症 第四种就是系统性的疾病 多种系统性疾病都与口干症相关 其中免疫疾病是最常见的 以及唾液腺造成口干症的传生疾病 有哮喘病、哮喘病人应呼吸加快加深 呼吸道蒸发水分过多而口干 第五种精神因素 抑郁、焦虑、恐惧等精神的因素都会引起口干症 尤其是抑郁的患者特别的容易产生口干 有研究者对94例主观口干患者的抑郁状态进行了测试 抑郁状态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主 结果显示精神因素可能与口干症有关 第六种药物性口干 药物是引起口干症最常见的病因 64%的口干症的患者与药物有关 100种的药物可引起口干症 美国学者在一项调查中发现 100种常见处方药物中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口干 大约占80% 抗胆碱能药物如阿托瓶、动粮胆碱等 会以以身胆碱争夺受体 从而抑制咸现的分泌功能而导致口干症 高血压的药物如力血瓶、甲基多巴等 通过抑制交感神经从而干扰了咸现分泌 抗郁药尤其是三环类的抗郁药 需要有类似阿托瓶的作用而引起口干症 部分中草药甚至食用性植物如辣椒、大蒜、银杏、大群麻和蒲公云等 也可以引起口干症 有报导称口内的唾液流量的减少 以各种药物治疗有关 而服用药物的总量对口干的主观感觉影响更大 口干症怎么治疗呢? 因为导致口干症的原因很多 所以口干症的治疗要求 要针对病运到相关治疗科室来进行治疗 比如糖尿病导致的口干症 就要针对糖尿病来进行降糖的治疗 精神因素导致的口干症 要去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精神治疗 胃牙、取牙、牙周病等导致的口干症 要到口腔科来进行检查 针对某种疾病进行科学的用药 药物引起的口干症 应尽量的避免运用可引起口干症的药物 或者是调整用药的种类、剂量或者是剂型 或无法找到替代的药品 医生应耐心的解释 使其认识到口干只是暂时的 多数口干在治疗结束后可得到了缓解 负业性功能也能够恢复到药物治疗前的状况 三、如何预防口干症 一、多喝水 平时多喝水保持充足的饮水量 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约为1500到2000毫升 喝水时请选择白开水 小口慢饮 千万不要等渴了再来喝水 因为那时候的身体已经明显的缺水了 多吃含水分多的食物 饮食上一清淡 可选择多吃一些瓜果、蔬菜 多食用含水多的食物 如苹果、梨、橘子、甘蔗、石榴等水果 具有生津止渴的效果 可有效的改善口干舌燥的症状 有助于唾液的分泌 另外要尽量的少吃干燥的蓬化食品等 三、制作止咳茶饮 日常可以泡一些缓解口干舌燥的茶饮 如枸杞、叶、菊花 还可以适量的加入一些不和 可起到知音润造的效果 另外还可以取适量的干草 麦门冬、大海等放入到杯中 费水冲泡着来喝 四、改正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脏口呼吸等 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对身体适宜的家庭环境 注意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日常的生活中应该积极的参加体育活动 延缓人体组织器官的衰退 只有保证机体年轻化 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各种疾病的发生 口干症也不例外 如果睡觉经常口干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是哪种口干 如果是病理性的口干 就要及时的治疗 以免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